那下一位演讲的是杨关虎博士 杨关虎博士是日本金尺 那是念尺吗 医科大学呼吸内科学博士 美国新西纳提儿童医疗中心呼吸生理学的博士后 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 俄泰俄大学医学院等11所医学院校的特座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中美联合针灸康复研究所美方所长 并担任市中联多个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美国落病学会会长 在美国俄亥俄州拥有两个中医诊所 担任Pharmacological Research等多家SCI杂志特约审稿专家 中医针灸杂志编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cupuncture副主编 参与主编和编译了11本中医和现代医学著作 并发表SCI为主的论文70多篇 看了这个杨光虎博士的介绍 我这也是很感叹70多篇SCI为主的论文 那下面就有请杨光虎博士演讲 谢谢魏院长 那么很高兴今天晚上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一下我对针刺刺激的这个刺激量的这个一些体会 我感觉到呢就是说在我们讲医生进行这个学位的选择 所法的运动 还有这个学位的组合 针刺的方向 电针的使用 等等当然是关系到这个刺激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呢 官强调医生的这个 手法或者说这个学位的选择这些呢 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知道 同样的一个学位的选择 同样的一个针刺的补械 完全对同样的病人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反应 那么所以讲呢 我们讲离开病人的敏感度 静静讨论这个针刺的剂量问题呢 可能还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可以举例 就是在病人 同样的一个病人 在疲劳 饥饿 或者是失明 或者是wild sex 那么像这种的情况下面 同样的病人来 你用同样的刺激剂量 那么对病人的影响完全不一样 它可以 你刺激一定的 学位一定的强度 病人可能就晕真了 那么平常都没事 那么这个是呢 我们讲的这个同一 每个病人 他的体质不一样 同样的一个病人 因为时间的不同 他出现对增感 对这个刺激量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那么也就是说相对而讲 这种刺激量就在变化了 就在变化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讲刚才金老师也提到 这个晕真的问题 我临床当中也有同感 就是说 如果病人发生晕真 那么有的时候是坏事 病人不会再来了 但是呢 晕真一次 好多病人就治好了 就治好了 所以呢 晕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克服不要晕真 因为你一晕真 病人害怕不来了 而且也好了 所以呢 在达到晕真之前的这个刺激量的把握 那么就离不开医师的操作 和了解病人的敏感度 这个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另外一点 那么我们一定要了解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 如果是患者最近是非常焦虑的状态 或者是病人喝了很多咖啡因来进行针就的 那你这个针刺会放大你的剂量 同样的程度的针刺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讲啊 这个在讨论刺激量的时候 在潘卫星博士提出这个公司之前呢 我感觉到你必须要把病人的敏感度进行数字化 也就是说随着这个病人的敏感度的不一样 你同样的一个学位的选择和所发的选择 直接影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 那么相对而言 这个刺激量可能就会无限放大 或者无限输小 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作为医生来讲 我们每天是看病人 但是呢 医生也是人 每天也有心理的变化 那么如果说这个医生最近被查税了 或者说这个医生最近被保险公司这个审计了 或者说这个医生最近出了一个事故了 或者说这个医生最近被病人疏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 你认为用了一些非常正常的学位 正常的说法 但是呢 往往可能就出现了影响了你的刺激剂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啊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针刺的刺激量呢 要综合起来考虑 不能够离开病人的敏感度来谈刺激量 那么同样的一个病人 上午来你扎的时候 他感觉到左边的反应特别敏感 那么第二个星期来 同一天的下午来 他可能会出现了右边的这个增感比较强 那么像这种的话 我们从中医甲这个经济流注的角度上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 我们需要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验 来进行证明这一点 所以我的感觉啊 就是在这个治疗当中 我们有些时候会出现了 这个经常出现了一些治疗效果 第一次很好 第二次很好 然后第三次 第四次逐渐这个效果不那么好了 或者说效果不明显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血位的疲劳 你同样刺激 同样的一个血位 那当然会引起血位的疲劳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 你要不断的放血位 或者是放手法 但是这个呢 就是说 刚才各位老师也讲了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不能忘记 这个病人每天也是在改变的 所以我们讲了 我今天晚上我在发言 这个重点呢 就是要讲 这个讨论医生的 这一边的 这个方法 对刺激量的 这个 剂量的掌握以外 一定要考虑到 病人 不同的病人 也不同的敏感度 不同一个人 他在不同的情况下面 可以出现 你所用的计量的放大 或者输小 那么 我这 十几年来 一直在 诊所待教 那么我是 那个 这个 医学院的 这个 课处教授 那么他们 基本上 就是说 每周 都有 这个 毕业生 到我们这里来进行 轮转一个月到三个月 那么 为了让这些 西医出身的医生 能够掌握 这个 正确的方法 而且能够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一般来讲 都是 一病一方 就是说 什么病来 那么大概是一个 固定的处方 那么这个固定的处方 里面的穴位 都是固定的 那么为了呢 让他们容易掌握 那么也基本上 手法 基本上是相似的 但是我反复跟 学生强调的是 就是 不同的病人 那么 你的这个 刺激剂量 一定要结合病人的 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老 很多学生就问 那么你怎么 掌握这个病人的 这个 反应呢 那么第一个 你总是在 刺激之前 你总是要 摸一下他的脉 对不对 第二个 你在扎针的时候 你一定要 注意病人的脸色反应 他的呼吸反应 那么 你一定要 掌握 在你刺激的时候 你手下的 病人 他这个 肌肉 脱续 或者是 神经反射 传定给你 仿佛 仿佛给你的 这个一些 现象 那么 有很多病人 你在摸脉的时候 一摸他的手心 全部都是汗 那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焦虑的病人 那么 你选择同样的穴位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选 这个 比较温柔的刺激 那么 那么有一些病人 你在消毒的时候 或者你在 这个摸压痛点的时候 你用了非常大的力量 病人没有反应 那么你知道 你必须要加强一些剂量 所以呢 我们讲啊 这个在讨论剂量 不能够 这个忘记 这个病人的因素 特别是病人的 这个敏感度的变化 会直接影响到 你这个刺激的剂量问题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欢迎到此 谢谢 谢谢杨光虎教授的 精彩演讲 这个 他的演 他讲到的很多 是要 特别要 观察这个病人的反应 然后我们医者施数的时候 那 这也是我们大家 这个临床医生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遇到这个 晕针的病人 当然固然是 是不好的 但是这个 怎么样能够在晕针 达到晕针之前的 这个治疗效果 可能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要努力得到的 但是不能让病人晕针啊 那个 接下来呢 这就有没有 这个 这就是 我们要留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